工作室 你们这五个人告诉我说 你要带给台湾美好的未来 你要团结台湾 我觉得很难相信 你们都光剑影 你们杀来杀去 砍来砍去 跟我說你們要手牽手 進入總統府當任總統公布總統 好可怕 我看到是會爆發槍戰 是看到一個台灣的火藥庫 所以在未來這個七個禮拜當中 第一個 中共的戒選力道 到底會多強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種殺 卡 毒 你認為真的某一種程度 是共產黨所樂見的嗎 你覺得這個可以看得出面向嗎 我覺得因為大家都會不喜歡 而且不希望也排斥中共戒選 中國不要來戒選 所以如果任何人 他接受中共的戒選跟指揮 我們就不要投給他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要對內要競爭 對外要團結嘛 第二個 殺 卡 毒 在我們過去的選舉史上 出現過多次 那以這一次的狀況看起來 我覺得如果真的出現了 有一方特別強 就譬如說 真的在總統編論之後 崑哲君還上去 因為他確實是有很強的空軍 你不要以為他現在沒有支持者 他只是陸軍 陸軍是空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到處去跑 沒有組織 沒有系統 而且再加上 小軍剛剛我忘記講一點 為什麼找邵邵康 他一定不是完美的副總統 他一定有優點有缺點 可是他其中有個優點 就是因為郭台銘他棄選了對不對 那郭台銘的那個不管是6% 8%或10%的那一些申籃跟韓國瑜籃 他們看到韓國瑜跟趙大康之後 他們都願意回去 所以柯文哲可能拿不到那一塊 他本來打的算盤是 可是郭台銘是支持我的嘛對不對 你看我們那天 那個武漢肺炎或是什麼 那天在那個軍月開市的時候 我跟郭台銘是一組的 他們三個是一組的嘛 但是沒有用 郭台銘你已經氣選了 會支持你的那6%或8%或10% 因為他Range有在動 他們不是等你郭台銘出來講說 啊大家好我是郭台銘 我要支持誰 沒有 你沒有就沒有了 沒你的事 你知道6%可能也有賴粉的 有嗎 有因為 那如果有的話 那非常怪就是說 郭台銘宣佈參選之後 那個他同時從三個候選人裡頭 有瓜分一些票 你說就是希望他 也能成為真正參選人 賴粉爭多 我覺得麗影的支持者非常有趣 他們在必要時進行反串 基本上是泰巴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大家去找郭巴 郭台銘的8% 誰要去找郭巴 把郭巴挖過來 那看起來 國民黨拿回去的那個 百分比應該比較高 因為他有我剛講嘛 韓國瑜 趙少康 馬英九這些 回歸 那所以柯文哲他都挖不到 而柯文哲他又期待了說 來來來我們來 總統辯論 因為反正他陸軍 跟那個舞台不多嘛 可是辯論場上 他確實能言善道 所以他認為那一場 可以拉開他跟侯倫的距離 所以你看到 他們都互相把對方甩開對不對 即使甩開了 來 小菁姐我講我的答案 即使甩開了 也只不過是2000年那個狀況 也就是宋楚瑜再搶 他還是輸給阿扁 而且阿扁那次是39% 那賴清德如果這次有43% 我們基本數學題 我說政治是人性 人性很難測 有時候明知山有骨 騙完虎山形 明知牆壁硬要撞牆壁 那沒辦法 可是呢 選舉是數學 就這麼簡單 我剛剛講我認為 賴清德是43%起跳 43%起跳 說明你還有一個45 48對不對 撒卡度喔 那很強 那43%起跳 表示你只剩下56不到57的選票讓 侯友宇跟柯文哲去台 對 那56的話你算看看喔 你要怎麼樣贏過43% 假設他真的就只有43 他可能更高 我們就算他43好了 要44 那56 44代表什麼 代表侯友宇跟柯文哲要有一個 已經跌到上12%啊 有可能嗎 我覺得很難 為什麼 因為如果藍白沒有經過 那個五星級酒店的開私 白的選民想說 阿伯不行了 那我們想要政黨輪替 我們投給國民黨 國民黨真的想說 這個侯友宇萬不是人均 民調又那麼差 十幾%而已 如果啦 萬一就總有一個人掉下來嘛 那我投給另外一個人 可是問題是現在兩邊已經 都對立了以後 就沒有這些事情了 我寧可 常常王世仁講的啦 勝敗無論啦 欺負萬聰抗一條啊 沒有可能輸就輸啊 而且國民黨會算啊 好我再講更白一點好不好 小姐你既然問我這個 國民黨現在有兩派 一派是努力棄保 柯文哲之後 以其能夠靠近賴清德操車他人 那當然這是一個夢啊 就是說他們認為 希望能夠達到這個 那這個 不論你有夢 對啦你要去執行 你要去執行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說 那就算不行呢 就算不行沒關係 擴充立委的席次 因為38席 30幾席 兩次都選不好 看可不可以上45或接近50 50沒有過分沒關係 至少有50喔 努力擴大 國民黨立委 在立委員的基本盤 然後呢 踩死民眾黨 不要讓他2028再捲土重來 這次就打到死啦 那你這樣狀況之下 又怎麼可能說 把票子轉移去給柯文哲 所以這一次的白河 是惹怒了國民黨 對 他在選舉 不是正面對決 那個殲滅戰 現在惹怒了國民黨 對柯文哲原本有期待的支持者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國民黨的小雞前兩個月不是是吵嗎 我們要藍白河啊 我們需要兩個聯合戰台嗎 這兩天有人說嗎 對不對 不是被下風口令 朱立倫沒有那麼厲害啊 他沒有那種權威出來以後 講說欸 欸欸 手一筆大了 對不對 他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 是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非常清楚 我現在舉個例子啦 如果我是個看陶魔 我還要違反黨禁 你看像那個葉雲智不是 去換他的海報嗎 我今天假設 我再把柯文哲找來 下禮拜我 假設我是某某區的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然後我發出邀請函 我請柯文哲來跟我站台 侯友也來 然後弄個海報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接下來我的辦公室 連續三天 我電話線會被打到燒掉 我的職責打電話進來就說 都已經沒有何人 找他幹什麼 然後 伯伯要幹什麼啦 然後如果那天 我真的敢找他來的時候 他上台才要拿起麥克風 下麥克風 你給我下來 不要講話 下來 國民黨支持者是很兇的 已經轉換了 對 現在國民黨支持者 就討厭柯文哲了嘛 那我們當然有在看 我們跑新聞那麼多年 難道這是假的嗎 所以你看現在國民黨 徐曉星多年也講 他說不用黨下令 現在根本沒有人 會去找柯文哲 就是因為這樣 可是你看上個月還在那邊 怎麼會氛圍轉換這麼大呢 就是從藍白 來合 期望要合 到合不了很著急到拖 拖很長以後 現在變藍白鬥 變藍白愁了啊 因為對立委來講 我只要票票能夠入櫃 能夠投 我的選票就是王道 所以國民黨支持者好穩定了 然後如果來一個好你不站台 來一個路過啦 剛好一起吃個麵啦 銅框啦 讓柯的這些年輕選票進來 一加一還是可以大於一啊 如果這個人 現在氛圍已經改變了 不是如果這個人來了以後 對我的選情是有幫助的 譬如說來了以後 我的支持者 不會因為他來生氣到不投我 對 他的支持者也跟得來 就比本來藍白河是這樣想的 我當然也好 酸票人好 酸氣到我賣票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讓他來了以後 他的支持者不會來投我 我的支持者跑光光了 我的長孝耶 不會做這個事情 很清楚吧 我這樣講很清楚吧 所以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因為有獲利 賠錢生意沒有人做 那現在找柯文哲來站台 對國民黨立委來講 是完全賠錢 你會讓你的支持者 憤怒以後講說你搞什麼東西 你看喔 2016年不是換住嗎 朱立倫也講說 我沒有辦法 我很委屈 我一定得換 可是換完之後多少票 381萬啊 我就不投你 對不對 國民黨支持者就是這樣啊 那民進黨支持者 他會在過程當中磨合 等到出選出來 不管是立委 縣市長或是總統 民進黨支持者 就選錢就會非常的 團結 那當然我也不能夠去 講別人怎麼樣 就是說你看像 我們從以前跑 這個民進黨的新聞 我跟學姐還有學長在跑 所以民進黨的新聞我跑過 那時候是林義雄主席 尤其國民秘書長 我趁上天也訪問他 後來我也跑國民黨的新聞 跑滿久 所以藍綠我都跑過以後 我就會得到說 原來他們有一些 本質上的不同 所以我才講說 民進黨很有這個病逝感 就哪裡不對 就要去把哪裡改過來 像前一陣子 如果有施政 讓大家不滿意的 賴清晨副總 我講說我們要改啊 所以他有想要改 可是國民黨都沒有講 就是說選他就會打仗 這幾步就沒效啦 你講說誰當選 就一定會打仗 這東西就不利用客家多啊 越聽越不高興 就反而不越投 所以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是相對穩健 那我們今天49天 七個禮拜嘛對不對 我覺得方向很清楚 就是賴清德他是穩定領先 原本是脆弱領先 但是你看現在民調 民調咬得這麼死 我都敢這樣講喔 馬上下禮拜你就看 我覺得賴消費這一組 很快會在各大民調 非常可預期的 可能在一個月之內 都會上40% 但是我覺得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頭啊 第一個賴清德 他可不可以突破過半數 我覺得這一億全世界在看 對他來講 對民進來講 有指標性 你有沒有辦法過半 上次拿下 你說三卡度還過半喔 對對對 817萬票是57% 那個時候拿價552萬票的 韓國瑜拿價是38% 他得特略 不過那個時候是PK 那現在三卡度的狀況底下 賴清德要拚過半 有他的難度 重點是賴清德 如果你當選之後 你面臨的是國會的少數 如果你又沒有辦法過半 你國會的席次也沒有辦法過半 雙少數的狀況底下 他的執政會陷入另外一個困沌 現在國會的席次的校長 你在地方這樣子了解 呈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好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講 那個什麼藍白河總統怎麼樣 國會其實我很關注 因為太久沒有人關注國會 他剛剛說總統是不是 沒錯 其實學姐我去爬梳了一次 現在民進黨是63席 那立法院是113席 對 有73個選區 三個山地原住民 三個平均原住民 加上三個四席的部分區 部分區用政黨票去分 上一屆民進黨拿480萬的 部分區選票 然後政黨票 所以分到13席 國民黨是470萬 也就是13席 差不多 那台灣民眾黨拿158萬 5席 時代力量109萬 3席 這一次很可能就只有 民眾黨國民黨跟民進黨 三個黨有不分區的 政黨票的席次 所以如果民眾黨 他增加了3席 那藍綠還是13席 各位網友聽懂我的意思嗎 算數學嘛對不對 政治就是數學 好 這其一 所以有可能 雖然藍綠現在目前抓的都是12席 叫做保險的那個席次 安全的名單 也有可能到13 因為現在民眾黨有一些問題在嘛 他本來想要8到10 那如果連8都沒有呢 那就保13 這其一 其二 民進黨現在63席 那立法院過半是57 因為113嘛 所以如果56席就沒有過半了 那現在賴清德跟蕭美琴喊出的是 總統副總統高票當選 然後國會要過半 我就直接點名好不好 其實我跟你講 現在目前看起來 就焦灼的區啦 第一個就是台北市第四選區 高嘉瑜跟李燕秀還有吳欣代 吳欣代 因為高嘉瑜他在這段期間的時候 尤其去年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支持者就不接受他 可是你要看到賴清德副總 他是也不用用什麼 就是小以大一啦 或者是懇求拜託 就是一次兩次三次的去 那高嘉瑜現在姿態也放得非常低 那就要看最後選民的決定 如果說 因為他上次在蔡總統817萬票的時候 這麼大的差距贏了韓國瑜265萬 贏了200多萬 那不是贏到有存在 贏到價格上去 那其實那時候高嘉瑜在港湖 也只贏了李燕秀 6000多塊7000票而已 那你想想看吳欣代去年的 議員選舉拿多少票 11000耶 所以吳欣代只要拿他 議員的一樣的票數 高嘉瑜就輸了 而且這一次如果說 沒有就像剛剛學姐講的 蔡英文總統拿了57% 這一次賴清德如果要贏 要過半也困難 他45%就穩贏了啦 不用到50啦 那可是就不會贏那麼多啦 所以即使沒有吳欣代 高嘉瑜都有可能不會當選 所以這是一個高嘉瑜 另外就是品渝啦 賴品渝他在新北12選區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他的選民結構 並沒有說綠大於藍 就差不多五五波 那他的對手是廖先祥 是地方的議員 他是因為他爸爸後來 怎麼樣就沒有選了 那是正二代嗎 我覺得很關注 我現在講的是這幾個就是關注區 我不是說民進黨一定輸了 因為品渝在這幾年 非常認真在跑行程 我前兩天我之前也有訪問他 那他上次選舉是因為 最後三個月才臨為壽命 可是因為他年輕 然後他又受年輕人喜歡 所以他最後的票數贏了3000票 是不多 可是因為他沒有在那個地方經營 他就贏了嘛 可是他四年他說 欸 王安哥我很認真啊 所以他有信心啊 所以這一區因為上次很拉近 所以把它視為焦灼區 那另外還有幾個地方 譬如說像是運鵬 運鵬在那個桃園 運鵬在桃園也危險 不是因為 對 運鵬他因為上次選了那個 市長之後 總是也勞心勞力對不對 然後他第一選區 現在目前就看那個國民黨的 詹江春跟紐許田小妞 他們有沒有合格唯一 如果詹江春選的話 欸 說不定 所以就是 其實以最近的幾個民調來看的話 這幾區 就是算是比較接近的地方 可能到時候民進黨如果 我剛剛算了這兩個對不對 另外還有台中的莊敬成 還有南投的蔡培惠 蔡培惠是這樣 因為蔡培惠他在南投 本來是一選區 後來許淑華他去當選 縣長之後空缺出來以後 他毅然決然決定跳區嘛 所以那是他原本經營以外的區 可是他現在已經是現任立委了 那國民黨派了一個油耗 那因為許淑華一定支持國民黨嘛 所以等於他用這樣的方式 去支持油耗的話 你要知道他有保底 那林明珍是老縣長 上次補選輸給了蔡培惠 就大家不想要看到林明珍了 可是這次面對又不是林明珍了 所以那個地方 我覺得也是五五波 莊敬成剛剛每一講 很簡單一句話就是 那是盧秀燕的本命區 第五選區 可是上次省次會沒有選贏 所以呢 盧秀燕如果全力幫黃建豪的話 我覺得也是五五波 雖然莊敬成現在目前是現任立委 再來就是林靜宜跟顏寬河 顏寬河 哇 這是激戰區 畢竟顏家在台中 是有地方勢力的 而且我很難抓 因為輸兩次了總是會有人講說 已經輸了兩次了 這次要給他機會 那就要看總統局會帶動 所以以上手術我講的這幾個區 其實都會跟總統選舉有關 因為只要總統選舉贏 而且還贏很多的話 應該就全部過 甚至連高嘉瑜 我都不覺得一定輸 因為如果總統贏還贏很多 大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守住這一局 所以可能無心待到之後 就會很可惜 或許他的票 是會比他的議員多還是少很關鍵 算議員就滿意啦 哪有可能選議員沒有最多兩萬 你就是這樣想啦 如果到時候大家就是 還是大舉為重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些區都值得關注 但還沒有完全定 都還要再看 綠營的支持者他會去盤算 會上演一些氣保 但是在港湖這一區 比較特別 因為高嘉瑜的仇恨值有點高 那為什麼會高 我相信綠營的支持者都知道 你覺得以目前這個態勢裡頭 還有一個選區 他真的也會連任嗎 馬文鈞 馬文鈞的選區要 你覺得呢 好 學姐你剛剛 我沒有點到對不對 對 我跟大家講我的看法 我覺得他這次的爭議很大 但是他在選區的經營很穩 而且他是南投 我剛剛講蔡北路是南投二 他是南投一 所以我不知道我判斷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地方型的選區 不是都會型的 他還是以選民服務為主 所以我剛剛會講油耗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是議員 他沒有全國知名度 可是他在地方有地方知名度 如果是都會區像台北 或者是說台中這種 你要有全國知名 特別是台北 但是如果你是地方的話 他吃的就是地方的選民服務 我們大小小的 他們長的兒子 還在學校小的 跟他介紹 我們哪有什麼 就是這些 所以議員地方型的 其實是佔優勢 那馬文君在地方的經營 我所瞭解是還蠻紮實的 所以這次民進黨派出來的 這個當然是人才 可是地方的經營 如果還沒辦法比過 他又是現任立委的話 我覺得即使這一次的 潛艇案的爭議很大 也上了全國的新聞版面 並不會影響到他最後 我覺得他連任機率 應該蠻高的 還有一個其實我還蠻關心的 就是說你知道常常民主政治 我們透過一次一次選舉 去深化我們的民主政治 不能是說台灣的選舉 只是為了選票 你只要為了贏 你的選舉是要讓我們民主政治 往前跨一大步 這個時候就看到很多 有意參選的這一次的立委 很多的參選人 他們心中想的其實不是民主 而是選票 那用什麼方式選票呢 爆料 那這個爆料的內容是什麼 都是不實的內容 所以我想請教在台北市 新一計劃區這一區 許淑華跟許巧新 那這個地方 許巧新經過了國民黨內的 黨內的激戰 他跟費鴻泰激戰之後 他其實是險勝的 那面臨到這過去我們認為 像是一個藍區 費鴻泰上次選立委的時候呢 我記得他迎戰的是民進黨禮讓 而派出的是一個當時無黨籍 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楊時秋 楊時秋當時跟費鴻泰 折戰的結果 他高票落選 對 所以現在已經經營 我記得好像是六七屆市議員的 許書華 在這個地方經營這麼久 迎戰許巧新 那許巧新過去在打民進黨的過程裡頭 說真的許多的爆料的內容 被畫上很大的問號 而且是不實爆料 我不知道選民會認同 這樣的一個政治文化嗎 學姐你是全台灣七三個選區 你都掌握在手裡面對不對 都在你省這樣 馬上一戳就戳到痛點 去老師傅那邊有沒有抓 你是不是這裡痛 你是不是這裡痛 馬上就抓到了 我剛剛跟他 我還不如這個 沒有啦 我們就要做功課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是 民進黨現任 但是因為很接近 所以要注意 守住 不守住的話就會 國會不過半 所以我剛剛講的品渝 有沒有 蔡卑都是民進黨 林靜儀對不對 那你講的是 國民黨現在執政 是 民進黨要挑戰的 許舒華很強 我講的是台北的許舒華 對 松信區的許舒華很強 很強 他是有機會贏的 他是有機會贏的 很簡單 幾個理由 許舒華在地方的經營 非常紮實 而且他不是只有經營 這個所謂的民進黨制的這一群 他還推動這個幼幼足球 然後呢 他也跟賴清德副總統 關係非常好 前一陣子松信區有一個 那個大樓不知道是什麼建案 我忘記了 出現個天坑 一朵東西出力啊 馬上去處理 所以地方對大家評價是很好的 好 那我都會用選票來跟大家說服對不對 接不接近 好 緊不緊 費鴻泰在松信這麼多的幾年吧 上次他贏許舒華也不夠就是六千多票七千票 沒有很多 沒有破萬 沒有破萬就有可能翻轉 很簡單 三千來回 就是阿蘇比了對不對 所以許舒華這一次 他繼續維持他的地方服務 又跟總總候選人非常的緊密 那如果啦 我跟你講 如果賴清德 看起來賴清德贏的距離比較高嘛 那他當然有機會啊 另外他現在面對的不是費鴻泰 因為費鴻泰跟他一樣也是勞塞乎 他地方經營很多年 每天在那邊報稅啊 欸 你在那邊報稅啊 報稅 報稅 其實很多人對不對 許民服務 還有房服務 報稅 對啊 就是報過一次歲以後就投票給他 也是有啦 那這次沒有 不是他選的啊 那歡迎許巧鑫 剛剛學者講的 許巧鑫他的優勢跟他的這個可能 這個怎麼講 就是對他來講不利的點 是同一件事 就是他的爆料跟他的攻擊 攻擊很強 可是帶來的 那你攻擊很強 國民黨的支持者覺得說太好了 許巧鑫 許巧鑫也叫做新潮流 是 因為他說他這個新啊 可是你講的這些事情 有時候如果講過頭了以後 國民黨支持者當然不覺得OK 因為我們就是支持他嘛 可是中間的選民呢 民進黨支持者呢 反而覺得說 我們怎麼可以讓學主角輸給他的時候 那就會是對決 再來 因為他是挑戰費鴻泰的 所以費鴻泰是不是真心真意的去支持他 就是關鍵嘛 就像大家還在看說 何志偉會不會挺王事件一樣 對 同樣的 對 對 對 所以如果說 並沒有真心實意 又覺得不如歸區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區 學姐你點到這一區 我覺得鬆敬區 我不敢講誰一定贏 那以民調上來講的話 你要看是什麼單位做 像我看幾個TPBS的民調 我都領先 我其實我就公開就講說 要確定耶 每一區都是這個什麼 廖先祥贏賴品於15% 什麼高價比 都20% 我說你開出來才知道 真的差那麼多嗎 是喔 TPBS廖先祥贏了賴品於15% 對 他好像開出來是這樣 那那個許淑華跟許曉欣這一席呢 許淑華跟許曉欣他們好像沒做 他們可能覺得說不用做 但是我覺得 學姐你訂的這一區確實 我覺得鬆敬區是可以關注的 因為鬆敬區的許淑華 他也已經努力那麼多次了 還是那個關鍵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的所有的 這些立委參選人都那麼希望 跟蕭美琴 還有賴清德在一起 因為他們認為合在一起 整個團隊 團隊台灣 是可以幫助他們最後選舉的 得票跟結果的 那在好像是中山松山吧 王鴻威是躺著選嗎 他在上次的補選 也以些微的票數低空過關 贏了吳英龍之後 現在面對的是另外一個 Hoffel小女孩 就謝沛芬的部分 那謝沛芬你不要忘了 他上次在台北市大安區 打得非常漂亮 他是高票落選 所以現在轉戰到跟王鴻威對戰 你覺得王鴻威是怎樣 可以輕輕鬆鬆過關嗎 我也常常跟佩芬做一些訪談 他很認真 而且他是學霸 他好像是雙壽士還是什麼 反正他很厲害 雙壽士 那因為他在大安區 他其實也認真很久了 其實他這次 他也有一點點小小的 覺得可惜 有一點擠散 對 他還想要在大安區努力 因為他就是一直在大安區努力 他有一次跟我講 我聽得有點心酸 文鴻哥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有選上立委對不對 去年也沒有去選議員 因為他就是說 我就是要選立委 我不要選了議員之後 再去選立委 所以他連議員參選人都不是 他連議員都不是 你去議員的時候對不對 大家一定是這樣嘛 立委站中嘛 議員站旁邊嘛 沒有 連立委跟議員都不是 就站旁邊的旁邊的旁邊 所以他站得很後面很後面 幾乎可能沒有這樣 但是他每一場他都跑 可是他就只能站在很後面 他的議員的這一個服務很強 所以我覺得許諸華跟許曉星 未必會輸 但你現在反過來講 佩芬他現在不是現任議員 而且他又跨區的情況之下 他到中山區 然後時間又不是那麼長的時候 他就沒有太大的優勢 因為王宏輝畢竟呢 他已經是現任的立委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一區對佩芬來講的話 如果民進黨要贏 機率應該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每一區我的判別標準 我都有一個那個有沒有 就是每一區每一區的一個判別 你要去這樣算的話 來講的話 這一區佩芬要贏的困難度 其實會比我剛剛講的 許舒華跟許曉星來得更難 對 相對會比較高 今天非常謝謝韋翰 其他的超級戰區 包括了是本來是現任的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但是沒有辦法尋求連任的 台東的劉兆豪 那劉兆豪已經宣佈 還有五黨籍在參選了 贏真的是同樣贏得初選的 像是賴昆成 但是國民黨也派出強棒 撒喀都的狀況底下 被認為綠允分裂 所以台東的這一席 會不會保得住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本來現任立委他不選的 就是在基隆的蔡世英的這一席 這對民進黨講 也陷入了一個艱困選區 因為畢竟蔡世英的長期經營之後 如果你現任了 沒有辦法尋求連任 那接棒者可不可以接得上來 這又是另外一個難題 還包括像是太陽華學運裡頭 他又是黑熊學運的創辦人之一 就曾博宇的部分 那曾博宇這個新人 因為上次我記得在2020的立委選舉 我對這個小女生 寄予非常深的敬意 她常常就騎著摩托車 在街頭裡頭幾乎 甚至我看到 常常在雨中90度激光 靠著她一個人的資源 那她為什麼會從政 對她來講 她跟著爸爸媽媽 然後看見了在國內外的許多的 民主重大事件裡頭 年紀輕輕的她告訴她爸爸媽媽說 她其實不想當一個上班族 她想替這個國家做一點點事情 而且第一次迎戰這個羅民財 那在現在捲土重來 面對的又是一個 這個國民黨的鐵票區 國民黨的超級戰區 國民黨的大票倉 我覺得這個都是 都是艱困的選區 可是年輕人願意站出來 有時候讓你覺得說 這些年輕人願意站出來 願意承擔去看到我們國家的希望 我現在講的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其實也是 你只要有理念 那這理念裡頭雖然政黨之間互相鬥爭 可是遇到了一些國家定位 國家大勢不分 你如果能夠團結 同樣要捍衛台灣這塊土地 我覺得是沒什麼不好的 對 我覺得選舉就是這樣 我們要換新鞋 而且要尊重資深的政治人物 他們地方的經驗 要傳承 但是我還是強調這一點 那是你選機 是你選誰去執政 誰在家 誰監督 誰執政 我們都是台灣人 所以呢 就是對內大家可以競爭 然後要有水準 要有料 我證明我比他更好 而不是說你沒有道義喔 你道義不好喔 因為他是壞人喔 沒有人都壞人 大家都好人 但是你如果國族認同不對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 完全排除去選項了 國族認同 我覺得尾翰在我們節目裡頭 不止一次聽到 非常謝謝尾翰 那麼最後呢 我給觀眾朋友兩個概念了 第一個概念這是在前天我主持 飯球老師的告別式裡頭 讓我再去爬樹 過去他在小軍超人プラス 30幾集的內容 他特別提到呢 其實這場大選呢 選人選黨之外呢 其實更重要的是要選他的政策 選他的理念 而他要大家看到這次總統大選呢 一個要想辦法反讀促統的共產黨 最樂見台灣的尤其是總統大選 甚至國會大選呈現什麼樣的狀況呢 他們最樂見的是一種 統一當然是最高的一個目標 他們最樂見的是國內呢 成為撕裂分歧的狀況 五五波 五五波 看到台灣始終分裂 這個分裂呢 會讓台灣的動力很難運轉 因為就糾結在那裡 他說是共產黨最樂見的一個情形 這是長期待在國外有40年 而在中國駐馬22年 包括五年待在農村的範圖老師 提醒大家的 那當然在最後呢 我也提醒所有的官員朋友 剩下49天的時間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智慧的 在這場選舉裡頭 要選出什麼樣的人 可以帶領這個國家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韋翰 謝謝學姐 我們再會了 拜拜 拜拜 所以他找進來的時候 拔著放下來 那你以後果皮來擦 不用緊張 所以你可以開始來 看待會兒 因為你還要吃 因為你做的它 我以後要吃 有吃這個國家 讓你保持的 你不讓你不讓你 快要吃 好 嘩 不要 你真的要吃 注意安全 嗨 OK 我們現在我們在你 可是要通 heads 這個 易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